近期 一档甘肃农村土房重建后变梦幻田园居的节目播出后引起了热议 话题梦想改造家的最差设计出现了 也登上微博热搜 近年来从城市刮到乡村的这股老房改造风 亦成为民众聚焦热点 对此 中心设计者实地探访了位于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水泉镇崖河沟水村的百万改造房 从外观来看 该房屋设计独特 贴近大自然 该村党支部书记黄克良现场表示 在他看来 该房屋并没有刻意营造景观 而是将当地特色 产业融入了其中 西北农村讲究的是前怀后流 这种大怀树都有好几十年了 枣树它没有刻意的去造景 就用我们当地的红枣树 我们主要介绍 黄克良介绍 村里设计改造住户有近十家 多以中式二层楼房为主 这些年乡村最大的变化 就是家家户户新建的房子 这几年是本身我们当地的经济发展比较快 有些地方在那风格 根据各自不同的意愿去建立 多的是倾向于这种小二层 对于网友130万元建红砖毛批房的质疑 当地村民均有不同见解 年轻人认为红砖外墙符合当地建筑风格特色 年长的则认为不实用 但是对于价格都表示不划算 画无例外亏情 我该觉得不成我这房子 私有网面 那么你要收坡了 台价这么够 你这耿脉手不吃 这个薄固形成家儿吃作用 这个薄固形成家儿不吃作用 外观好像跟我们这种 没有啥大的区别 感觉可能就它没有装修出来 就大概看得下 它里面其实还可以 这面是四个拽房的 就是这样的装 新修 这是个修装 小装 当下随着美丽乡村乡村振兴工作推进 乡村经济社会不断发展 人们对建筑的耐用性 安全性 美观性 舒适性要求 也是越来越高 牙沟水村党支部书记黄克良表示 目前对该村拆迁户安置房建设 村上也已邀请专业设计师为村民操刀设计风格 并承担集中供暖 配套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 降低成本 不集中安置是封散 封散式的话 对土地是一种浪费 对管理也是一种 物业各个方面管理也是一种 所以我们现在为了好管理政府也想到了各种措施 对于近年乡村刮起的老房改造风 兰州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院长刘奔腾表示 以前农村房对房屋的要求是遮风避雨即可 如今兼顾实用 时尚 美观成为趋势 这种变化背后是乡村经济的不断发展 其实是从古至今大家对美好的那种人居环境的追求 无论乡里人和城里人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这几年会大家表现出特别的强烈的关注 是跟我们整个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有关 比以前有钱了 生活生产方式变化对新的生活追求就会更加明显了 汴阳后的乡村是否留住乡愁 不少人担心村庄会失去原本的香味 对此刘奔腾建议站在时尚顶端的设计师为农户设计房屋时 应该先深入了解农村的生产生活 了解香愁香味的实际需求 再发挥建筑美学 新设计只要符合人们需求 就会留下来成为将来的传统后人的乡情 很多建筑师城里的建筑师明星建筑师 觉得乡村就是一个它重新施展 乡村建设或者是里面这些设计一个新的天地 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我想就是说 就是城里的建筑师到乡村 他们呢还往往需要补上一课 就是真正要深入了解村民的生产生活 真正的需求 长眼的需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